好 我们要来看到这个军火界 向来让大家觉得这个军火商很神秘 真的没有办法看进这里头 像是这个军火跟情报源 就是很神秘的行业 那么常常也传出会有些内斗 或者是有流出了这个录音档等等 现在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的这个潜造国舰 一路走来好多的传闻 最近因为厂商内斗 流出了有录音档 意外揭开了这个军火商 是布局借入军火采购的过程 好 掌握了关键的资讯 并且还有成立人头公司 隐身在问候操作 掌握了经验细节 制造了资讯断点等等 不过现在前海军顾问国喜表示说 共祖公司是为了安抚顾问 那么录音档他说这是经过剪辑的 有些话是说过了头 被偷认他只好已经是被录下来 只好认了钱购用 有默默的来捐钱 好 您可以看到在这个台船的厂长 就说现在还是一个寻商的阶段 那顾问只是商员之一 并没有指定或者是有契约这样的状况 只是国民党立委马文君也说了 因为其实简建国造是大家支持 但是大笔的预算 这个费用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如果没有用在正途上 是不能够接受的 现在也已经把这些证据资料 交由国防部来调查 那么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敬礼上表示说 军备军火生意 这是一个国际的条约 我们来听听他的气象 首先我要在这边严正声明 中天新闻今天问我的问题 我恐怕要让中天的观众失望的 因为我个人没有从事过任何军备或者军火的生意 但是我认为军备跟军火的生意 仍然要服应国际的条约 而且要经济的原则 商业的规范 还有国家的法令 我个人倒是研究过有关军备输出管制的问题 国际军备输出管制 向来必须要求清晰透明 尤其有一个国际大家共同最新规范 叫做武器交易或者武器贸易条约 ATT Arms Treaty 中国大陆最近也加入了这个条约 而美国仍然没有加入这个条约 但是美国对于任何军备输出管制 必然会向国会报告也会公开透明 假如运用不法来源的资讯 来执行我们军备建设建造 生产制造的过程 将来很可能会触及国际的诉讼 那样子我们国家不但是生育扫地 而且也是颜面丢技 所以我们一切都要公开透明 这是国际军备管制的趋势 浅舰国造是政府的重大政策 可是要造浅舰不像一般的水面舰那么容易 它有很多的难度 尤其是输出许可 这一直是我们这么多年来 我们一直提醒国防部提醒相关单位 应该要重视的部分 这次录音档的流出 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 跟之前可能对外说明的地方 其实有很多冲突跟矛盾 那是跟涉及军火商的利益 而影响到我们的国建国造 尤其是潜舰 这个部分国防部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确切地听到相关的说明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查查清楚 因为要有可视的战力 它必须要真的落实到我们每一个环节的制造过程当中 因为潜舰它一下去就有很多人可能会被牺牲掉 所以我们希望它应该要好好的把它做好 更何况这是我们全体国人都支持 可是我们不能支持的是 你拿了很高额的预算 可是却没有确实的要把它做好 这才是大家担心 然后才是大家不能接受的 感谢观看